嗨,早上好,来看看老妈今天想吃点啥 今天菜市场韭菜便宜,就买了点 想让我给她做一个韭菜下的饺子 哎,这俗话说啊,好吃不过饺子 秋天啊,一家人围揉在一起吃的饺子也太温暖了 走,做饭去 先把韭菜用绞肉鸡绞成韭菜末 放到碗里 碗里面倒点食用碱 然后搅拌均匀备用 加食用碱呢,可以让韭菜不烧心,好消化 而且呢,还能让它的颜色更翠绿 再用绞肉鸡,搅点猪肉末 放到韭菜的碗里 再加点食盐,胡椒粉,生抽和老抽 用筷子搅拌均匀之后呢 加点油进去,可以锁住韭菜的水分 接着把买来的饺子皮边缘抹上清水 包上韭菜肉馅,折叠起来,包成饺子 最后起锅烧水 水开之后呢,放点盐进来 然后就可以下饺子了 这样饺子皮啊,不容易破 等饺子全部浮起来之后呢,点点水 等水再次开了之后呀 这美味多汁的,韭菜汁上饺子就能出锅啦 你看这饺子真的是 皮薄下厚,鲜香可口 老板回来了,肯定爱吃 老板回来了,我们要吃饭啦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儿了